太阳探店良心推荐啊 继续咱们的北京第一系列 今天这个排名第一的烤肥牛 然后我们也是无疑点刷到了 这个店在合成会斜堆面 九哥烤肥牛 slogan叫随便点都好吃 我们点了一个套餐 这个套餐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三盆肉两个面 还有一堆小菜凉菜 一共128 我是觉得这个很值了 当然这得在抖音上买啊 那我们就来告诉你一下 北京市排名第一的烤肥牛 应该怎么吃对吧 特意向服务员打听的 你知道吗 首先先把杏宝菇放这一圈 烤上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来烤肥牛啊 这都是他们家独门配风 排过酸的牛肉 所以就很厉害 说只要两面微微一变色就可以吃 那我们就先一片一片来 先尝一尝 可别浪费 这样就差不多了吧 刚刚变色就跟羊肉似的 还有汁水呢 哇天 尝一尝 闻上给你 它的肉质量还挺好 哇 浓浓的牛肉味 除了牛肉味啥也没有 还得粘料 这个还真的就得一片一片来 尝一尝 哇 闻起来就跟牛排一样 嗯 感觉没怎么嚼就给咽了 就是按照他那种什么三分熟就能吃的方法还给你烤出来吧 特别的嫩 它这个牛肉还真的好厉害 不过我得先吃杏鲍菇了 他们家火太旺了 杏鲍菇都已经烤好了 一共这一二三四五有七种料 每一种料都不一样 果醋汁 哇 好厉害 哎呦我吃 我从来不知道烤杏鲍菇这么好吃 外边烤的刚刚有一点干 然后里头全是这种蘑菇本身的汁水 你知道吧 然后又香又嫩 再配上它这个果醋汁 这种果醋汁都是当季水果自己熬的时候 蘸完这个汁加到嘴里头 先是一种清甜的口感 紧接着就是这个浓浓的蘑菇的里头汁水的那个鲜味 它这牛肉质量还真不错 再来两片牛肉换个料试试 头牌是牛肉 蘸料是灵魂 我看每桌一上来都是一堆小料 这黄豆好吃 蜜制鸡粉肉 牛肉排过酸 不知道鸡粉肉排过酸 反正目前吃这个杏鲍菇 跟它这个烤肥牛味道都很好 这个鸡肉有点咖喱味 它是不是有什么咖喱粉腌的呀 还挺香 这是怕你吃不饱系列 对吧 三盆肉怕你不够 又给你上了两碗面 这你再吃不饱 这个商家低估我了 它低估了我吃辣椒的能力 这个不辣 这肯定熟了 吃这个吧 蜜制鸡腿肉 舍然小妹是非常喜欢吃这个 主要是烤的 嗯 好嫩 咖喱粉腌制 这肉香肉很足 挑战项目 半熟芥末牛肉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店 为了宣传自己 说这牛肉 半熟就可以吃 所以给你发明了这么一道菜 还怕我芥末不够多 还得蘸这下面的汁 就吃第一口茄肉 我就觉得摄影小妹肯定爱吃的那种 这个牛肉才叫嫩 就咱们烤那个真的 完全就是烤老了 牛肉的甜味 加上这个洋葱的香脆 加上这点淡淡的芥末味啊 没那么丑 哇 鱼泡的嘴里 一米 整个这流的汁水就全出来了 我们已经吃差不多了 整个这个套餐128 这鱼豆不是店家看我们这拍节目送我吗 说是新品 然后呢 就先烤着它 我们先说别的 烤肥牛肉我特别喜欢吃 这个芥末拌牛肉 摄影小妹简直爱死了 这么大厚片 半生牛肉 一定是加上点洋葱 然后蘸满这个汤汁 一口放到嘴里头 哇塞 体验人生的喜怒哀乐 上面蘸的这个是现熬的山葵汁 所以整个这个芥末的味很赞 但是时间很长 就是你吃嘴里头够 先是这种浓郁的酸甜的口感 带上一点这种紫皮洋葱的脆地跟辛辣 再加上整个这个牛肉绵密的口感 我绝了这个真的 其实说实话这个没吃够 这种古似的牛肉本身奶香味就比较浓郁 烤到半熟 蘸它这个果醋汁 吃到嘴里头 又不腻 汁水又多 浓郁的油脂的香气 加上这种果香味 这我也没吃够 鸡腿吃够了 鸡腿不如这俩 十二十桌 鸡腿也很容易的 嗯 合征会这 128 吃这么一大桌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关键它对得起它这北京第一的烤肥牛 这肥牛烤的吃还真是挺香的 好感谢您收完这期台湾店 看完关个路美食不迷雾 拜拜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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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